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去六口就会杀害这一口 我非常的害怕 精心动脱11个小时 案犯是临时起义还是蓄谋已久 几段监控能否找到案件的主谋 闹事传出呼救声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5年2月18日 重庆市岐江县安稳镇的大街小巷 都洋溢着过年的喜庆 人们都在采购最后一批年货 没有人注意到 街道上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在缓慢行驶 黑色的越野车停下后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面对堵车 他们似乎很着急 在商量着什么 两个人观察了一会儿 步行向前走去 就在他们离开的几分钟后 车子后车窗被摇下 有人在车里呼救 就抓住这个机会 车子后面的车窗玻璃摇下来 摇下来就呼救 呼救以后 当时的老百姓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就是在旁边的观察 我看望 直到几分钟以后 受害人从车子的后面 使劲跟了前面以后 就将车门打开 然后一直在呼救 正在买年货的群众 被这突如其来的呼救声吸引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正在疏导交通的民警 也被吸引过来 看 司法人在招手 然后在呼救 警察听见以后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过来了 大年三十 很多人都准备回家团圆了 却有人在车里大声呼救 要不是交警设卡 疏导交通 车里的人 或许就没有脱险的机会了 被解救之后 呼救的人告诉民警 他叫李辉 贵州平霸人 是家小型企业的老板 他被人绑架了 经过警方核实 李辉的身份是真实的 然而 一直到李辉脱险 李辉的家人都没有接到 索要赎金的电话 绑架似乎并不成立 可是从现场情况看 李辉确实是在车里被人控制了 那么嫌疑人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他们和李辉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街道警情的平霸区民警 迅速赶往重庆了解详细情况 他们希望能从李辉口中得到更多信息 李辉告诉警方 2015年2月17日晚上11点多钟 他独自一人开车回家 经过一个路口时 迎面开过来一辆小货车 我驾车过来碰我车子 我第一个反应 我还以为是酒驾 还有我酒的人开车来坐那我车呢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下车来看看我车 操发的那种念不念着 趁受害人下来之际 就是他们就上前 将受害人逼上车 李辉被挟持上了自己的越野车 犯罪嫌疑人丢下了小货车 也上了李辉的车 三名协议人当时都戴着一种帽子 大开的年龄断 三十个人 其中有两名协议人的口音 就是包容阳广这边的口音 然后有一名协议人的口音 像四川这边的口音 他们都闻了 说他们必须抢回家过来 想我要一点钱 就路飞回家了嘛 当初我车上有几万块钱现金 我说你们帮我放 你们要用钱 你们都把钱拿走就行 被控制在后座的李辉 没有想到的是 拿走了三万块钱现金的蒙面人 并没有放他离开 反而打起了包里银行卡的主意 发现了收贵人的包里有很多银行卡 那么就进一步了 逼跑和追问收贵人的银行卡密码 这些卡我平时都很少待 当天你是准备回家的 不能乘上了 感觉不太安全 你说把钱押收回家了嘛 李辉是一家小型企业的老板 案发这天 他收完最后一笔账 就把所有银行卡装进包里 准备带回家 发生这样的事 就连李辉自己也说不清 是不是身边的人设计的这次犯罪 这笔钱是中国收到的 人家付给你材料款 为了你晚上就走的 肯定是有人晓得你真的收的钱 一直会叮到你才会有这种可能 绑架的前提条件 肯定绑匪的作案的目的 肯定就是屠材 那么屠材我们后面通过联系收贵人家属 家属没有接到被垃圾的电话 所以我们就分析 可能是一起抢劫了 三名蒙面嫌疑人 会不会是熟悉李辉的人 警方开始逐一梳理李辉的社会关系 一开始我们分析 会不会是报复这方面的情况在里面 因为这个受害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企业主 在这面也经营的有企业 也算比较有钱的 会不会在生意来往上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 产生一些经济上的问题 然后促使对方 然后就对他下手 平时说出的人 就是无聊生意上事情 花过年啊 拆过家啊 都要是很和气的相处 因为做生意嘛 和气食材嘛 当时就围绕这个受害人的社会情况 家庭背景各方面来调查 或者是根据受害人的这个车辆的 在平坝等地的轨迹 看是否有跟踪的车辆 或者是其他车辆 尾随这些的 结果没有 经过一番查找 警方排除了有人蓄意报复 那么这三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由于案发时间发生在夜晚 三名嫌疑人都蒙面 处于惊慌中的理会 并不能给警方提供太多的信息 民警只能从案发现场 遗留的小货车上寻找答案 经过调查警方得知 这辆小货车是1月20日 在贵阳火车站附近被盗的车辆 在这段时间就不断地在平坝 包括轻震贵阳这些地方去活动 而且活动的时间都比较固定 基本上是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 一直到凌晨 然后我们就分析 这可能就是他们作案前的 一个踩点的行为 另外是熟悉这个作案的环境 定理位置 还有路线 可以判断出嫌疑人是有议谋的 前期是有准备的 根据调查 在案发前一个礼拜 嫌疑人先在贵阳火车站 盗窃了一辆小货车 之后就开始寻找作案目标 可是茫茫人海 嫌疑人为什么偏偏就盯上了 素昧平生的李辉呢 李辉说 在被挟持的11个小时里面 他想尽了办法 想让嫌疑人放了自己 甚至告诉嫌疑人 自己家里有30万 只要放了他 这30万就归嫌疑人 但是嫌疑人根本不为所动 虽然这30万是李辉自己编造的 但是嫌疑人的态度 却让所有人都猜不透 难道他们不是为了钱吗 频繁取款 欲贺难填 一路上他们都欠他 交替 别人人比 绝处逢生 他该如何抓住最后的机会 所以我都听到他们很着急 就是说如果去不出钱来 那就在个地方把我们买了 把这个车子开去买了 闹事传出呼救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回忆起被劫持的11个小时 李辉至今仍然惊恐不安 我非常的害怕 但是我非常害怕也不用 一直想把新品 就是想好好活着让人讲 一路上他们都欠他交替 别人密码 你手上一个欠他交替 为求自保 李辉把密码说了出来 一个犯罪嫌疑人在夜色中 走到取管机旁 迫不及待的取出了现金 取款过程中犯罪嫌疑人 一直在观察周边是否有人 当他看到有人也进来取钱时 显得有些紧张 于是匆匆取走最后一笔钱 离开了 超过两碗的卡都背着 机子腾了 都欠不出来 所以我都听到他们很着急 就是说如果欠不出钱来 我们就在个地方把我们买 把这个车子开去买 警方推测 当时的犯罪嫌疑人想要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 他们决定带着受害人离开贵州 到另一个城市重庆取出现金 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 对于李辉来说都是痛苦难熬的 他知道自己的生死就在几个蒙面人手里 求生的欲望让李辉彻夜无眠 凌晨三点多钟 逃生的机会来了 在途中加油的时候 他也有想过在加油站求救 他们下期有两个下期上台上 有个下期准备加油 我的准备先爬 但是加油站由于是春节加油站的服务员 只有一名工作人员 而且是理性 但是我晓得他们身上是有枪的 但是我没确定是真枪的家庭 都是我一拍他们开枪的 所以他也比较很理智的考虑 还是不求救 一求救可能就会杀害这种可能 放弃了加油站求救的李辉并不甘心 一路上他不停地找嫌疑人聊天 寻找机会逃跑 可犯罪嫌疑人根本不理他 一直到天亮 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 李辉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嫌疑人对这笔巨款 有着别的打算 在一家卖黄金饰品的商店门口 犯罪嫌疑人出现了 这是其中一名嫌疑人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情况下的人 是否是嫌疑人 早上才刚开业 然后所以说里面的服务员 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此时是早上九点 商店里没有别的顾客 一个犯罪嫌疑人在柜台挑了三枚戒指 三条项链 三条手链 价值二十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从进入商店到决定付款 总共用了五分钟 显然他并不打算对黄金饰品精挑细选 而是选择了客数最多的那几款 和他同情的这名男子 后面我们警察时 就是跑墨地的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我们通过工作也找到了 确定了这个嫌疑人 是什么时间打他的车 然后去购买珠宝 然后回到了什么地方 买黄金的犯罪嫌疑人和关押受害人 李辉的犯罪嫌疑人会合后继续前进 却没想到正好遇见当地警方设卡疏导交通 进入这个镇上 镇上我听到人特别多 就是有个人坐在前排 用两个下去看车 然后坐在前排这种领导 我又听到他开门 开门下车 关车门的声音 但是他们心里面也是比较害怕的 在看到有公安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也没有地 他们也害怕被查出来 这名就是嫌疑人 他和另一名嫌疑人在交流 确定犯罪嫌疑人离开 被绑在后备箱的李辉 开始故意撞车窗玻璃 希望能引起路人的注意 我第一个反应 都是要抓紧不得奔出来 把这窗子一打开了 打开我的高呼的喊救命了 这次再踏不出前面 可能这辈子就完了 最后的机会了 就在李辉想尽办法打开窗户 拼命呼叫的时候 让他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犯罪嫌疑人又返回车子里了 刚才第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他和另一名嫌疑人离开的时候 手里没有东西 然后其中一名嫌疑人就返回去 受害人的车上 将他们作案抢劫的 抢劫得来的酒 或者这些物品提起走 犯罪嫌疑人顺着人流离开的同时 李辉的呼救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路人 最终被警方解救 直到这时 李辉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重庆 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十一个小时 李辉终于在警方的护送之下 赶在大年三十晚上平安回到家 与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 看着等待自己的家人 看着熟悉温暖的家 这个私立逃生的汉子 瞬间是热泪盈眶 这恐怕是李辉有生以来 最难忘的一顿年夜饭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 出于什么目的 要挟持李辉 案发时挟持李辉的嫌疑人 一共有三个 可是在重庆逃跑的时候 是两个人 那么第三个嫌疑人 又去了哪里呢 他是什么时候 怎么消失的呢 分分秒秒 受害人饱受煎熬 精心设计 心形犯罪 暗藏玄机 闹事传出呼救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根据李辉提供的情况 以及警方掌握的线索 民警分析 这个案件很可能是流窜抢劫 这次受害人的脱逃 打乱了犯罪嫌疑人的抢劫计划 谁也不能保证 他们在逃亡的途中 会不会再次作案 更让警方揪心的是 这伙犯罪嫌疑人心狠手辣 更何况他们手上还有枪 抓捕必须加快速度 根据监控视频中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以及对作案车辆的勘验 警方很快确定 李明 李达 郭文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抓捕行动于2015年3月6日晚上8点启动 三个抓捕小组分别在福建省泉州市 贵州省平堂县和贵阳市南明区 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 李达和郭文曾经是育友 出狱后两人经常有来往 这次两人一起被抓捕归案 李达告诉警方自己也曾经非常富有 只是他和郭文有个共同的爱好 而这个爱好毁了他们的生活 同样因为赌博欠下巨款的李达 郭文经过商议 伙同另一个犯罪嫌疑人姚海 于2015年1月25日 在贵阳市后朝乡盗窃一辆双排坐货车 作案车辆是三个人去盗窃来的 其中有一名就是没有参与抢劫的 一名姓姚的这名男子 这个主犯你就是参与偷撤的这名姓姚男 然后可能欠了有十七八万的钱 我们去作案去抢劫 抢掉的钱我就拿还你 为了尽快拿回自己的这笔钱 姚海毫不犹豫参与了盗窃 盗窃成功后 姚海等着李达抢劫还钱 而李达为了更加容易控制受害人 和郭文一起又找到了李明 三个想发横财的人就这样凑在了一起 李达驾驶者盗窃得来的车辆 从贵阳来到平坝 一路上三个人都在寻找作案目标 但是我们只是选 只要车上是一个人的 我们才赶去选 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赶去选 我发现车辆比较稍微豪华一点的 贵一点的 2015年2月17日 三人在平坝区迎宾大道下云段 以寡擦的方式逼停受害人驾驶的越野车 并挟持李辉逃离现场 三名犯罪嫌疑人把受害人车上准备的年货全部搬走 并让李达带回贵阳处理 郭文和李明则带着受害人离开 那为什么当时想起来要去重庆 因为就是怕被贵人 被贵州这边查到 后面出去重庆那边用卡去刷黄金 知道卡里面有钱 下去起钱的时候 他又查了卡 其中一张卡好像有20万还是多少 还是20万以上 你们想把这些钱都给花了 是 一张卡一天最多几天起到两万 然后后面的钱拉不出来 后面就想来去买黄金 嫌疑人用威胁手段逼问出受害人银行卡密码 在清镇市取现金4万元 又用受害人的银行卡 在齐江县安稳的一珠宝店内 购买价值约为20余万元的黄金首饰 并抢走车内的茅台酒和香烟等物品 总价值30余万元 让郭文和李明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买完黄金后赶上了当地警察设卡 两个人商量之后决定弃车逃跑 走出几米之后 两名犯罪嫌疑人响起车上还有酒烟和茶叶 郭文又返回车里去拿 而逃亡后的犯罪嫌疑人恍恍不可终日 白天又不敢去玩 晚上头呢 睡觉呢 还有 睡不着 完全一提线的 到时候被抓了怎么办 那在你心里觉得抢劫人就是因为有性 是 当时参与的案子的时候 没想过这个事 那我休息一下 这是发生在四川省长南高速公路上的一幕 宝马车正常行驶着一辆捷豹轿车突然从后面上 抢了过去 用寡蹭的方式逼停宝马车 随后 从车上下来的几个人要求宝马车主拿出一万元作为捷豹车的修理费 经警方查实 这个犯罪团伙运用这样的手段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共作案三百多起 涉案金额达三百万元 这是天津一段车祸发生后的现场视频 录制视频的人是犯罪嫌疑人自己 周围的目击者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 他们已发生了寡蹭违借口 用受害人酒驾威胁敲诈钱财 三个月的时间里 这个团伙在天津市六个区流窜 共制造各类交通事故五十起 其中警方查证至少三十起交通事故属于碰瓷案件 王教授 你看李辉的经历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最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才侥幸的私立逃生了 这几名犯罪嫌疑人 是先拿车寡蹭一下受害人的车辆 等受害人下车查看的时候 然后过去抢劫 那么咱们给他起个名字 就叫车祸逼停劫持上车 他的整个抢劫是想在车上进行 那么这也算是一种新型犯罪 现在我们这些个司机 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 她总认为上了车 这一亩三分地就是我的小宫殿了 不会出问题 但是这一类的案件都告诉我们 在车上也是有一定危险的 你看他这个案子作案 它很有特点 一个就是迎面开来一辆车 一挂一蹭 这是一个引导 第二个是趁被害人下车之际 用自己带的仿真枪或者刀实施抢劫 而是他是把这个碰瓷和这个抢劫 把劫持抢劫等等 它揉在一起了 形成这么一个 等于说是一种新的作案形式 如果说我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寡蹭的话 我应该怎么样应对呢 有这么四句话 叫路上寡蹭肾平车 这是第一句话 就是我遇到一个寡一个蹭 或者前面有个什么突发意外事件的话 尽量的不下车 一旦停了车 下了车要警惕对方 可能有危险 就要慎停车 第二句 劫匪藏在对面车 对面的也可能就是一个坏人 他就是藏在对面这个车里 就等着你下车 你一下车 你离开了你的这个小宫殿 离开了你的这个安全系数比较大的地方 第三句话 上车就是入虎口 我们警察呀 曾经做过这么一个统计 凡是在劫持案件中 如果没上车 大概逃跑的几率有30%以上 但一上车瞬间降到5% 只要你一上车了 这个逃跑的几率就非常非常低 所以在这个时候 即使是停了车 对方下来了 如果我们能不上车 比如说抱住旁边一棵树 比如抱住旁边的栏杆 大声喊叫 只要不上车 逃跑的几率都会陡然的增大 这之前是最好先别下自己的车 先不能下自己的车 我不行的话 我也不摇下窗户 我也不下车 我也把车门也落锁了 我先打电话报警行不行 对 我先开出去一段 我再打电话报警 先逃脱了你这个人多的这个势力范围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争取同情要吃喝 所以在这个时候 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 该做思想工作的时候 做思想工作 千万不要慌 目前嫌疑人李达 郭文 李明 因涉嫌抢劫罪 嫌疑人姚海 因涉嫌盗窃罪 被移送法院审理 如今 他们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近年以来 不法分子开车制造寡蹭事件 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已不罕见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提醒各位车主 千万要当心 遇到类似的情形 千万要提高警惕 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不守侵犯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精神说法 也感谢王大伟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